在剛剛七點到八點左右 颱風中心已經逐漸往西北西方移動 進入了海面 怪臺海葵又寫下新紀錄 週日晚間八點從高雄子關出海後 再進海繞了一圈 週一凌晨四點又從高雄登陸 然後沿著陸地北上 早上七八點才從台南出海 成為二次登陸的怪臺 颱風的中心在進入台灣海峽之後 一方面是整個導引氣流減弱 那再加上有時候這種 颱風底層的中心 在遇到我們地形的影響之後 會有一些交互作用 所以就在我們的近海 產生了一些滯流打轉的現象 海葵的路線沿著高雄北上 類似1977年的賽洛馬 從高雄登陸 北上後在台中港出海 氣象局的記錄提到 它造成數十年來 南部地區最重大災害 另外二次登陸 最有名的案例是1986年的韋恩 先從濁水漆口登陸 穿越台灣在花蓮出海 接著回轉 又在台東南端二次登陸 減弱之後 卻又再增強 並回轉影響台灣 三度發颱風警報 也是首個從中部登陸的颱風 到了今天的入夜之後 在台灣本島整體的雨勢 會變得比較緩和一些 但還沒有完全停下來 可以看到在南部 東南部甚至部分北部地區 還是有一些短暫雨的狀況 隨著海葵颱風慢慢遠離 宜蘭花蓮和南台灣的降雨趨緩 但整體來看 花蓮的累積雨量最驚人 秀林山區兩天半 累積雨量近千毫米 還有鄰近的宜蘭大同 高雄桃園和台東海端 也有五六百毫米的雨量 近期山區活動要特別注意安全 在未來持續往西移動的這個過程中 因為整個海洋環境 其實是不利颱風發展的 那再加上它的結構 也的確是被我們的地形所破壞 所以未來這段時間 的確是有可能會有持續減弱的狀況 海葵颱風持續遠離並減弱 睽違四年首個中心登陸的颱風 讓人印象深刻 海葵颱風虐爆 東部這是田還是陸地 傻傻搞不清楚 真的很誇張 現在田裡面已經完全 就是都變成這樣子 真的 這是在博朗大道的田 而且小鴨鴨悠哉的游在路上 以為是自己的家 你跑錯囉 這裡就是台東的池上博朗大道 民眾在颱風當天經過差點 以為自己在開船 4號有稍微退去 但水位還是幾乎跟陸地 呈現水平的狀態 來到這 一定更多人好奇 金城武術的狀態如何 可以看到金城武術 被五花大綁固定得很好 所以只有受到輕微的損傷 不過 這棵菜葉林樹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因為沒有額外的固定 所以已經整根被連根拔起 已經碎成了太多塊 不知道還不能拼得回來 用了六七條鋼索 五花大綁才能夠毅力不搖 但很多樹沒這麼幸運 走進池上香公所 只有外頭的光照射進去 因為這裡通通停電 公所人員相當忙碌 電話沒停過 完全沒料到陣風會這麼強 直接把路數跟電線桿垂斷 不止電連水也停了 將近約有八成 八成以池上的總戶數 將近有2500戶左右 那目前是從昨天一直停電到現在 台電公司積極搶救後部分區域有電源供應 颱風過後各地滿個不停積極搶救 畢竟停水停電苦的是當地居民 體驗的新聞 劉錦園朱光宏 莊凱玉言身份 台東採訪報導 晚上睡前聽到水流聲響 擔心出門查看 差點沒嚇壞 汽水暴漲水流湍急 直接將花蓮溪旁的土蹄衝破一個大洞 汽水倒灌直接沿著林間小路 衝進畜牧場內 真的差一點就要西家帶券逃跑 九二局放消波塊 沒有做蘇鴻蹄 今年剛剛好他放好 沒有幾個月 就已經大雪來了 現在擋不住了 地點就在花蓮縣鳳林鎮中原斷旁 四號凌晨海葵颱風帶來逢沛雨水 已經有消波塊幫忙阻擋 但是水流又急又強 側邊的土蹄完全支撐不住 被溪水衝破約十公尺的缺口 大量溪水瞬間灌入田間 波及距離花蓮溪不到一公里的畜牧場 直到中午牛角下的草地 還是積水濕搭搭 沒有地方可以休息 林先生表示去年原規颱風外圍大雨 就已經為花蓮溪帶來強大水勢 但是九合局還是沒有建立堤防 只放消波塊防災 沒想到這次直接衝破土蹄 淹禁自己家的畜牧場 我想在這一次的災害過後 我們一定會全面來檢討 拿來看看說後續到底要用 堤防這樣的一個工程構造 來解決這裡的水患問題 海葵颱風帶來強風豪雨 花蓮不少地區都出現水流暴漲的情形 玉里南安瀑布平常只有涓涓細流 現在也因為雨量急劇暴增 變成驚人的大瀑布 台八線173.8K處也有 豪雨造成的瀑布 大量雨水沿著石壁急奔而下 水花四件場景非常壯觀 海葵颱風持續對台灣造成影響 花蓮山區兩天累積雨量 已經來到951毫米 風量已一度來到時機強風 暴漲的溪水 甚至一度就要衝進家門 好險及時反應 才沒有在睡夢中被大水淹沒 TVBS新聞高志宏 蔡新宇花蓮採訪報導 整棵大樹被連根拔起 青島穿越人行道和馬路 直接阻斷了交通 一早起床出門的民眾 不傻眼都難 因為高雄整條林雅路 就像鋪了綠色地毯 還有建案工地 各種圍離鋼架 東倒西歪 畢竟看看前一晚 風強宇宙 路樹一樣倒的倒歪的歪 五福和和平路 人行道整個地面隆起 水溝蓋分離 旁邊的停車場還有車輛遭殃 白色箱形車被樹幹硬生生砸到 車頂凹陷擋風玻璃碎了 其他車也幾乎都被樹葉給淹沒 隨地都是露樹 深夜天很黑 風雨又強 即便環保局人員漏夜清理 還是很難完全清乾淨 4號清晨在中正區的景田路 發生車禍意外 原本停在路邊的轎車車位凹陷變形 路中間則是有一輛白色轎車車頭嚴重毀損 高雄市區各處都有青島的路數 中華路上環保局人員一大早就出動清理 根據高雄市政府的統計 截至4號早上9點 海窺颱風造成的路數倒塌就有198件 廣告招牌掉落也有13件 環保局人員冒著風雨清理 民眾如果真的要出門 也必須特別留意 TVB宣傳李贊盛張麗玲 李謙偉仲宣高雄採訪報導 雨還下個不停清潔人員 一早出動怪手和挖土機 忙著清理倒塌的大樹 到處一車又一車這些都是 因為海窺颱風受到破壞的樹木 數量多到數不清 不僅台東花連全台各地都一樣 不管粗的細的老的少的 本來可以提供大家摺影的樹全斷光光 所有人忙著整理 但比起清理斷掉的樹枝 其實更重要的是有沒有辦法 讓它們回春重獲生機 海窺颱風帶來狂風暴雨 吹斷的樹枝大多都是撕裂傷斷裂 切口不規則的狀況下 很難自行癒合 而且過程需要花費植物本身很大的能量 藉由園藝技師修剪整齊 才能讓樹木盡快回覆 快端磷或一些殺菌劇 它伴合一些棉酌劑 做傷口這樣一個塗膜 是一個保護這個傷口的方式 但對於癒合組織的話 還是要靠樹木的本身自己的能量 儘管是樹受傷了也要像人一樣擦藥 有些治療後可以長回來 但經不起大風大浪的 樹醫師說這也算自然的一種淘汰機制 行道樹的修剪主要以交通暢通為主 不只要切齊傷口 整個樹幹形狀結構都要調整 根部也要整理做支撐 才能把倒塌的樹木拉回來 而這些工作可是一門專業 都需要考取景觀樹木 修剪技術合格證 才能搶修樹木 海葵颱風狂掃台灣東南部 多處傳出樹木倒塌的災情 數量真的好多好多 樹木也都需要搶救 就靠這些園藝技師們 幫這些被海葵弄傷的樹木治療傷口 TVPN新聞綜合報導 9月3號晚上10點多 颱風天苗栗竹南 濱海森林遊戲區假日之森 從監視器看到 現場整排木麻黃樹都在搖晃 店家的吊飾也在抖動 感覺到當時風濕不小 突然一陣強風吹來 兩棵木麻黃樹硬身倒下 直接砸到一輛鄉行車 鄉行車頂帆金從中間凹陷 後半段車窗全部破裂 苦主是他 過去在這邊居住的經驗 木麻黃已經陸續倒過好幾顆 那甚至也押毀過民窄 不能自己隨意清除 只能等政公所派人來 蔡先生在當地經營店家 這塊地是保安林地屬於林業屬 尾管單位是竹南政公所 不能自行移除 或者破壞這些木麻黃樹 過去店家也為了這塊地 打了好幾年官司 即使是我們民眾為了居住的安全 我們要去修剪樹枝 我們是會被提告的 當我們遇到天灘 樹枝倒下來 壓回我們的財務 危及我們的居住的安全 我們是求償無門的 那如果不是公共設施的設置 或是管理有欠缺 原則上是不符合國家賠償法賠償的要件 在82年7月11號之前 就已經在那邊的建物 那我們會依照程序來看看 能不能協助所解編 貴在龍鳳漁港以南 竹南濱海森林游戲區 除了有漂亮的海岸線能夠衝浪 也規劃了三個森林補島區域 包括假日親子長青之森 假日之森更是離海最近的地點 遊客不少 因此有店家修道商機 不過颱風一吹 也吹出了真地風波 TB新聞謝古鑫 苗栗報導 鮑魚下不停 陣陣強風刮氣 這時鏡頭一晃 下一秒瞬間風雲變色 鏡頭左搖右晃 樹枝落葉 還有各式各樣的大型物品 紛紛被吹起 一輛機車瞬間倒地 移動了好幾公尺遠 三角椎也一度快要飛起來 整個就像電影場景一樣超級驚悚 幸好台東四圍路上的鏡頭均有撐住 將颱風登陸前的畫面記錄了下來 台窺颱風在3號下午登陸台東 造成花東地區災情嚴重 台東成功甚至刮起12級強風 不管是路數還是招牌 都被吹得亂七八糟 大片的鐵皮 教堂的十字架 店家的營業招牌 加油站的彎腰看板 還有屋頂的太陽能電板 甚至是超大台的冷凍貨車 沒有一個能逃過強風的威力 而最嚴重的絕對是路上的樹木 根本數不清到底有幾顆受害 整條馬路直接變成叢林大道 這些樹不是燃腰折斷 就是連根拔起 可見這次的風有多強 有乘客在車內記錄外面 慘不忍睹的景象 有些還好雖然被吹得光突 但樹幹還在 比較慘的已經被連根拔起 東倒西歪 橫躺在路中間 駕駛想要通過實在有夠困難 雖然有這麼多的樹木遭殃 但幸好目前沒有人員傷亡 只是害虧颱風釀成的災情 恐怕得花上一段時間 才能恢復人貌 TBS新聞劉警員藍廷 台東採訪報導 線上直播2000多人緊盯著畫面 幫還在苦苦撐著的鏡頭軍 加油打氣 但下一秒 鏡頭軍晃得好大力 突然一瞬間畫面還是沒了 以為他被15級強風吹垮倒地 不過我們找到當事人了 三仙台的鏡頭軍還好端端的 就佇立在海岸邊 仔細看原來是網路線和電線 都被強風扯斷了 才會瞬間沒有訊號 不只三仙台東管處 還有好多鏡頭軍斷線 民眾留言加油打氣 還有人開玩笑說 台風天還要加班 得要幫他加薪 一天的觀看次數 甚至高達30萬 民眾沒到現場看 還以為鏡頭軍GG了 但東管處也馬上澄清 讓大家放心 因為斷電斷網 才去放颱風架 他都已經24小時全年無休 就讓他放假休息一下下吧 另外在台東富岡漁港的監視器畫面 昨天整天只拍得到白茫茫一片 海盔颱風威力驚人 最後他也扛不住了 直接罷工 不只是海岸旁邊 市區多處路數倒塌 許多電感電線也嚴重回損 造成一天之內有76082戶停電 部分地區的路口監視器 共有324支 沒了訊號 有些甚至被吹倒 掛在電線上 一起放颱風架 沒了監視器 就怕有新人動歪腦筋 想要趁機做壞事 台電人員已經急忙搶修 警方也加派人力 定點加強巡邏 TBS新聞劉警員藍廷 台東廠報導 人愛鄉塔羅灣溪位於 爐山溫泉上有的情人吊橋 已經被海葵颱風衝毀 橋面在溪床上衝刷 旁邊的布拉魯橋也封橋了 因為陸基掏空 車輛通行太危險 基礎的部分都在崩落 有一點位移 可是結構上有一點問題 布拉魯橋三年前才落成啟用 旁邊的吊橋情人橋 原本高度二三十公尺 康陸颱風之後 河床墊高只剩下兩三公尺 海葵颱風接著來 吊橋衝垮了 河歡山大風呼呼的吹 夾雜的雨水 把瓦型浪板給吹掉了 松雪樓的屋頂被吹掉了五片浪板 三樓欄杆透明防護也掉了一塊 海葵颱風在高山吹強風 河歡山最大陣風十三級 更可怕的是土石流 南投信義東浦村的臉外道路 三號下午再度爆發土石流 大小石頭跟泥土河流一般滾動 有如地表的移動破壞力驚人 居民外出工作板家路斷了回不去 現場怪手百度 坐上怪手的挖斗 越過野溪到對岸 南投現場許淑華勘災 婦人難過的哽咽訴苦 現場拍拍肩膀安慰婦人 之前颱風在這裡發生土石流 一到五連居民受困 道路搶通 還在清理玉劑的土方 土石流又來了 另外道路已經搶通單線通行 但是還有大批玉劑的土方要清 目前南投山區 尤其心意跟仁愛道路相當脆弱 之前災情還沒有修復 後面颱風又來 人員部分先撤離 但是危險地區還需要治山防洪 尤其在我們新意山跟仁愛鄉 治山防洪是特別重要的 那鄉親也在關心 如果山上的落石不斷 土石流不斷 那即便我們在山底下 民宅再做好更好的防護 可能也沒有辦法抵擋大自然的侵襲 南投縣政府表示 需要彙整專家的意見 加強上游山林水保工作 會向中央提出協助需求 TBS新聞成家衛無舒平 南投報導 傍晚時分雜貨店還在營業 突然怕一聲 冰箱燈瞬間全黑 颱風天電線被大叔壓斷 高雄的奇山地區停電 老闆娘趕緊拿布蓋住冷凍櫃 我們是冷凍的東西會退冰 所以我們蓋布有沒有 避免它冰桶一塊流失掉 還回颱風清洗南台灣 強風吹襲 造成多處路樹倒塌 壓斷電纜線 颱風夜裡總共有四萬九千多戶 摸黑渡過 住在祺山的住戶 只好像這樣點起蠟燭 摸在家裡 聽著窗外強風吹襲 渡過客難的意外 我昨天就這樣子點蠟燭 客廳一片黑單扣兩支蠟燭的光 一點都不浪漫 停電接近二十個小時 不只家室全部停擺 電視沒辦法看 住戶更擔心手機沒電 該怎麼辦 手機是要省著用 不然有時候人家聯絡 都靠手機來聯絡 沒有電充電不方便 都沒有在那邊 要收電視也沒有 電視也沒有 沒有 這個也 沒有水機也沒有 不只沒電還一度停水 門口擺著臉盆水桶接雨水 幸好水先來了 但還等不到電力恢復 齊山美農地區約有 一萬四千八百一十戶曾經停電 截至四號下午四點為止 還有一百二十九戶還沒復電 齊山村落的母堅廟與黑漆漆 生命的臉都暗淡了 中台海魁來個回馬橋帶來強烈風雨 也帶給居民極大不便 TVBS新聞時間紅 宋珮文 SNG小組高雄報導 強風掀起四樓透天錯頂樓的賽伊台 整個反折在半空中隨著強風搖晃 把準備開車出門的民眾嚇了一大跳 快掉下來了 是喔 是喔 那我能不能哭好了 鐵塔也被 鼓動也被壓 喔 嚇了 賽伊台的鐵支架整個翻轉掀起 還砸到水塔 就在凌晨三點多 狂風暴雨中傳出了巨響 把住戶嚇壞了 一個很巨大聲響 好像打了一樣 蹦一聲 三點半吧 可能是瞬間風吧 我們這一排都聽得很大聲 採光燒是自己翻起來 然後打在自己的上面 就整個釘子拔起來了 是風太大的關係 是是是 對照Google接近圖 可以清楚看到 賽伊台的鐵架 原本架設在頂樓的兩端 不敵強風整個掀起180度 Gimi說這鐵架是房東請人搭蓋的 已經聯絡廠商進行修復 並請警方在第一時間圍起封鎖線 就怕發生意外 我咬一醉 剛剛還有刮風 滿危險的 當然很怕 下午如果風雨小了之後 他會請掉車過來處理 狂風暴雨先飛曬一台鐵支架 住戶說真的很驚險 TVBS新聞方志成高雄報導 監視器拍下狂風暴雨 大好的棚架 帆布被驅垮 支架倒的倒 歪的歪壓在機車上 工作人員緊拉繩子 還是敵不過強風 全被吹得一團亂 還快颱風過近南台灣 下個晚間風勢實在太強勁 高雄市區瞬間強震風達到10級 颱風夜有民眾從高處往下看 目擊這一幕 機車倒在快車道 這是一部公車出現 成了擋風使者 女騎士趕緊往回衝 把掉落的物品撿一撿 公車都沒走 一直到女騎士在大風中 艱難的把車牽起來 人車都安全了 司機才開走 從另一個視角看得更清楚 司機探出頭 只見強風中 女騎士整個人都快站不穩 雨衣被吹翻 事發地點就在高雄市前鎮區的 一行二路 3號晚間9點多 暴風圈正好笼罩高雄 女騎士被吹倒勒殘 東西還散落一地 只好先把車丟著 趕快跑去撿 公車司機見撞 二話不說 馬上打雙黃燈停車 用車身幫忙擋風 太強的風切過去 正風過去 然後他就瞬間跌倒這樣子 因為我們公車的車身比較長 幫他擋個風 讓他可以順利把摩托車 給牽起來這樣子 然後移到路旁 這樣他的人 人跟車位比較安全 因為他當時也跌倒 是在快車道上 當時接近10點 自機正要收搬回公司 颱風夜開了一整天車 累壞了 路途中看人遇到困難 還是選擇停下來 讓人直呼這舉動實在太暖心 TVBS新聞徐克成高雄報導 風雨燒停 民眾開著汽機車 捲起在小港機場 周邊道路 還有家長帶著孩子 站在車上 就是為了見證這一刻 只見飛機一降落 捲起跑道上的積水 在後方拉起長長一條水花 看起來其實嚇人 不少人特地在颱風天看飛機 就是為了感受 這份獨特的震撼感 他就來那種速度沒有 嚇他的水珠起來不一樣 對 比較有那種感覺 颱風天看飛機起飛 它刺激嗎 當然 有風有雨 不過也有人 擔心親友在颱風天 得搭機遠行 特地前來目送飛機起飛 我們從前兩天 就開始在擔心了 因為我女兒很怕起跟那個起降 來那個易涵的 而且除了家屬擔心 飛機上的乘客更是提心吊膽 有人在3號颱風夜 一搭機回到台灣 出境的第一句話就是 這些乘客搭的就是3號晚上10點多 從首尾仁川 飛往小港機場的長榮班機 遇到海葵颱風攪局 嘗試降落兩次失敗 才轉降桃園機場 但最離譜的是另外一架 上海浦東飛高雄的班機 當時先在高雄外海盤旋四次 由於遇到10級的瞬間震風 在全球航空APP瞬間吸引 5000多名網友關注 但最後仍無法順利降落 也只能轉降桃園機場 也讓人看到 飛機頂著颱風天起降 可是機裡機外兩種心情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凌晨12點多 警察看到停紅線車輛 上前開單 但停這處紅線附近的車主 相當納悶 破文說前一天才通知 早上5點開水門 7點取消紅黃線停車 準時序移車 為什麼警察會提早6小時 來開標示單說違規 車主在台風天水門關閉的時候 把車子開到了中正橋派出所 後面這邊 但是其實在台風天 紅黃線開放停車的時候 這邊也不能停車 台風天不少車主都以為紅黃線都能停 但其實有限定路段 會公告在交通旅關網上 但民眾常搞不清楚範圍 警方表示台風天誤停案件 確實很多 不會主動告發 以勸導為主 但如果有民眾檢舉 也會立刻處理 中正橋橋上也是不能停 那還有一些人行道 會影響民眾通行 或者是一些消防栓 可能會影響救災的部分 永安分局統計4號 共聯絡93位車主把車開走 還有近60步找不到人 早上8點開始脫掉 不過水門重新開啟通知 設在前一天晚上 甚至有車主拍到7點 已經有警察在開單 也有車主抱怨 只有兩個小時時間可以移車 真的太敢 以永和來說 題外共有19處停車場 可以停放4000多輛車 數量很多 水利局也說 兩小時已經是 多方考量後的決定 這是在橫濁 和防安全 以及兼顧市民上班 交通便利的情況下 做了最佳的處理 排風天特殊狀況 車主要密切注意 哪裡可以停 什麼時候要移車 以免不小心就違規 題別新聞 是我們的掃除人 新北財布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